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月15日 到1月中 今天有一個題目 我想跟大家講講 中美之間建中資股上的工房戰 為何要講講這件事呢 大家都知道未來還有什麼 中國企業會被美國制裁 有哪些可能又不制裁 中國方面又會補哪些股票 經常說現在北水下來拓罪市 首先我們先看看美國要制裁中國 美國制裁中國其實沒有什麼成本 特別是特朗普來說 說得出便可以說 他是不是沒有成本呢 又不是 因為他最主要看看 有哪些股票是美國人拿得多的 他就不敢制裁了 你看陸武欽都告訴他 喂 這個是阿里巴巴和騰訊 我們飯龜佬的持股量是不少的 假設限制它要沽出的話 那就是等於中二動翻版 大斬兩成三成的價格下來 這樣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美國很多的在這個401K的方案裡面 就會虧了很多錢 有錢就更加會虧得多 因為他會拿得多 在這點裡面 所以盧姆欣就說 喂 不要搞這件事 而特朗普都要聽的 因為他不聽的話 他分分鐘 他自己給錢 那些基金經理投資 那些都可能會拿出阿里巴巴和騰訊 那這些就是了 那小米又怎樣 你那些傢伙拿得少 那他就制裁你 當然還有一件事 小米他不是做芯片 不過是做電話 做電話的話 你已經打壓華為做電話 那現在不打壓小米做電話 小米的5G機又湧出來 你美國佬的機器又是沒有飯吃 所以在這點裡面 他又要打壓小米 即是說 如果那件事 是會牽涉到 影響到美國的產業利益 影響到美國有錢賣博包的 他就會留一手 不會打壓你 是這一點 大家要看看 那有哪些呢 即是如果和一個 是美國佬的股東多的話 那就 安全一點 不會打壓的 阿爺方面 又要託什麼呢 阿爺方面 市場是否要托 沒說得很清楚 不過似乎是有的 為甚麼呢 今天突然說 放了1,600多億 市場不需要那麼多水 突然放那麼多水 可能又怎樣 就托了過來這邊 支撐著 現在要跟著 托著市場 托著市場 資金有兩方面 或者三方面 一個是阿爺的身份 床底下的資金 賣了也不需要說得知 第二是社保基金 中移動突然便宜了那麼多 息這麼高 他可以來買 第三是國內的所謂的投資基金 這兩方面是一個 投資基金是民間的 社保基金就等於香港強積金的便宜 為甚麼不買呢 另外還有爺的托就要托著了 爺的托或什麼等等 社保基金一定是怎樣呢 就是跟一些影響到 或者不要影響到 社保基金的價值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很多人都是強積金等等 都是買了這些基金 這些股票裏面 你現在滑下去太多呢 那年上面我不賺錢 雖然我是之後 好幾十年之後才拿回那塊錢 我總是今年不開心 你告訴我 虧了一元 我也不開心 你說賺了一元 我也不開心 你說賺了一千萬 那我就開心了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我們找到爺的盡量補一些社保基金 等等一件事 他應該知道 即是我這樣想而已 阿爺是不是真的這樣做 我不知道 不如我在爺 我也會這樣想 保障國民的是happy心情 至於個別的是私保基金 你怎樣賺錢怎樣成功 這些爺的管不得要 再跟著我看 如果整理人之後 到拜登上場 是不是有人不會說 啊 這樣的時期之中 他就會取消了 我告訴你放心 不會的 不會取消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共和民主兩黨 都已經有了一個 把握中國的共同意願 拜登 在他做奧巴馬副總統之前的三十多年 他多數都是主觀外交事務的 因此他對於打中國是絕不搜遠的 那特朗普 如果美資企業想輸出給中國的話 如果美資企業不需要輸出 是會影響到美資企業巨額的盈利 它一定會給它輸出 例如高通 當然有些很尖端的科技 它始終還要拿著 但是 這些稍為有一點點的東西 沒有那麼大影響 它就會輸出 中國目前又需不需要很尖端的東西 不需要很尖端的東西自己做了 就算像北斗衛星這麼尖端的東西 中國都在用自己做得出的28納米的芯片 很多所謂尖端的東西 不用去到7、3、5、1納米這些東西 不需要這些 是真的 所以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就可以阻止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或者科技發展 這個只不過就是 它對科技認識得不多 當然 你沒有了一些好的 7、3、1納米這些東西 在軍事用途上的物品 是會差一點的 不過不要緊 中國也有了東風射氣一落 還有什麼什麼樣的東西 你過來就避免你 你夠膽就 是不是 很簡單 要避免你的 打死你的 不需要一定 找支 外星人用的槍 握個石頭也打死你的 是不是 這麼簡單 殺人不需要 或者對抗 是不需要很尖端的武器 我足夠就夠了 那你說你能不能防得到我 我又相信你不能防得到 為什麼 因為我有太多無人機 太多無人機的時候 我飛過去的話 你也測不到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 那你怎麼打我呢 不要小看這件事 很多時候在深圳上 往往都說 有幾千隻 成萬隻無人機 一起擺個陣勢 一起砌一些字 給你 他今天就砌個心形給你 第二天 他就砌一條龍出來 那這條龍裡面 就這樣是噴火的 是不是 普通 現在一個是無人機 如果是農業用的 冠蓋用的 是帶七公升的物品 七公升物品是什麼呢 不要這麼說多 七公升我就帶電油 我找一千隻過來 你打 可以打的 我一隻隻都見了 一隻是七公升的電油 一百隻 就是七百公升 不夠嗎? 一千隻 不夠嗎? 第二波 再不夠嗎?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波 就像個油褲一樣可以扔過來 那你怎麼打呢?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不需要看一件事 就是說 一陣子要三、四、五、六 我只是覺得說 打架 不需要拿一枝石墨稀棒的 拿一枝掃把棍都可以 是嗎? 是很簡單 所以 在這方面 中國沒有什麼問題的 一樣可以做到 雪櫃裡面 可能這些互聯互通 就是萬物互聯的 不用用七納米 這麼貴 用些三十五納米的 以至一百三十五毫米的都可以 沒問題 做得到 之但我看到 未來 有一件事一定很重要 這個芯片業真是很重要 我遲即再說 好 上頂事看看 恆生指數 期破 都是去到這裏 又湧上跌 那今天我又將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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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又移上跌 移到二百九六 這真真簡簡簡 終極 你穿筆二百九十六上碼三天 我就會看 恆生指數 向後 如果不是 我也會覺得 它在這個水平頂整股 那日線圖上 就到了這裏 那麼 在開始看看 它有一點點似 是不肯緣通道上去 就在這裏 那就看著了 270 其實最重要是要看265 如果265都破了 應該在接下來要調整 不過有這個調整大家不用擔心 應該考慮 這些都是需要考慮入貨的時機 而不是出貨的時機 當然要出貨就可能要現在 現在有朋友問火幣科技 火幣科技一聽就真的是火幣 當然跟比特幣有關係 等等一件事 其實不是跟比特幣有關係 是遠房的親戚 如果要搞區塊鏈等等一件事 是 的確是對的 不過要搞區塊鏈那件事 我可以說大約在六七年前 中國人壽已經在它區塊鏈上 保險單據上用這個區塊鏈 因為當時我們從它做了一個研討會 當時它已經有做這件事 原來是六七年前 所以在這一點來說 慢慢要成熟 在價格圖上就是這樣 因為趁著比特幣 摺上去 然後周線圖下回來 日線圖還多 我自己覺得它 暫時來說真真正正要調整 看落到的位置是多少呢 我看它會落到七到八格 那現在應該有的話 就是現價可以獲利了 我又再說多一點這件事 單跟紫金一齊才說 現在不說 對不起 是說錯了 單跟紫金一齊才說 因為有朋友問紫金 有人問小米集團 今天就有很多錢進來 第一件事 我還要問一件事 小米 它是民企還是國企 它作為做起社保基金裡的持份有多少呢 美國也為何打壓小米呢 我剛才說過 怕它取代了華為 一樣是將5G遍佈天下 5G手機遍佈天下 現在小米的5G手機 比華為的便宜 我都在使用 唯一一件事就是 食電多一點 無所謂 一天就差多一次 在價格來說 升上來之後 現在開始回落 周線圖上是這樣 日線圖上 一聲就跌到下來 保利加通道的下軸 即是我覺得它還未跌完 它應該還可能會要下多少少 下到24至28元左右 現在是29元 28元就很簡單 1元多而已 24元就會有很多的玻璃 大家要看看 為什麽我覺得它會受到 美國的打壓 9成9 美國都拿它不多 如果不是盧母音都會補它 不補你的話 就是你拿都不多 即是你中間還是黃皮黃心 對嗎 騰訊和阿里巴巴 就是黃皮白心 即是裡面的股東成份 資金抗議 最近也有多資金流出 大家有 這隻一手是100萬的意思 就叫做大手 過去五天就這麽多 今天就比較少一點 為什麽紙金也會下來了 好了 紙金也是升了上去之後 最近在周線圖上 在這些日線圖上 再下多一點點 又到這裏 去到保利加通路中族了 因此我估計它 還會要下多一點點 它下到8元 現在現價是888 之後下去要7.5至8元 第一 市盈率不低 息率不高 好 這就比較懶惰 我們要看看 我和比特幣一齊說 金 金 最近是一個痛苦時刻 因為那些人 是說他可以轉去做比特幣 那他轉去比特幣 他們認為比特幣是金的代替品 很簡單 我儘管說說 我第一次買金的時候 是200元 然後升到800元 然後跌下來200元 當時有人說 十年黃金變難堂 就走一轉 200元 當然 最先是35元的時候 我那時候沒有錢買 沒得好說 200元左右賣 那他升到800元 炒下來是200元 走一轉 回歸基本部 金都如是 你不要告訴我 你比特幣 是以後就升升升升升升升 升 升到火升 升到火升之後 你怎樣 升到太陽一八五 但是我找到一件事 比特幣 是否沒有替代品 不是 是呀 你還有很多叫以太幣 甚麼幣不是幣在這裏 那些不幣的話 你比特幣就是幣 你經常跟我說 供應量少 是否真的供應量少 你現在就用你現在的電腦去掘 就找到速度很慢 當我有量子電腦的時候 量子電腦 這個計算速度 比現在快很多很多倍的時期之中 找出來的東西就可能很多了 直到今時今日來說 麻煩你告訴我 比特幣的發明者確實是誰 沒有人知道 說過叫日本仔名出來 他真的是日本仔嗎 我可以說 這個美國佬自己搞出來 一個想騰中國佬一些新發財 去做事 不過爺啊 一早就說買米比特幣是犯法的 不合法的 不會支持的 那你沒得玩 那你那些有錢人玩來玩去 那你那些有錢人也玩 同樣我都說過 我有一些收到是明清的青花池 我收到的價格是150元 最高到這個成萬元 我收了百多隻 都挺好的 不過現在跌到多少呢 好像跌到四千多元 我都沒有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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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有哪一間學校想要 我會捐給他 作為做一個推廣中國文化 如果有興趣的學校 可以跟我聯絡一下 我還給你一些資料 原來清花池 去怎樣做 怎樣做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很簡單 沒什麼問題 因為你以為 找這些東西很便宜 很便宜 很貴很貴很貴 突然之間 找到一隻南海一號 幾萬件出來 幾萬件出來 馬上就沒有了 我曾經有一個 不說哪個國家的博物館 我去跟他談談的時候 他們很得戚 他說 我有一隻 是一個清朝的 乾隆王 乾間的 即是黃色的 明王 他說 這隻碟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 哇 很稀有很稀有 我聽完之後 我得嘆笑 我不敢指出他 對推崇中國文化的熱誠 我只知道 在南京博物館的地下 的庫存那裡 這些 這樣的明王的 乾隆時代 明王 這麼大隻碟 為什麼這麼大隻碟是難搞的 因為你要燒到它圓形的 不要變形的 不要咬你咬去的 是很難的 那可以有多少 我沒有看過 不過管長告訴他 有這麼高 哇幾十隻在那裡 南京博物館 不是北京 那你怎麼搞 那些東西 就是收買不出來 為什麼收買不出來 阿爺怎麼收買不出來 就托給你賣 這是古董的問題 以前 我們只不過 很珍貴 很珍貴 很罕有 很罕有 收完之後 找到原來 全世界很多 那就是 那個稀有性 不要相信那個稀有性 有很多東西 說稀有 是絕不稀有 是只不過你見識少 就是當時那個 范龜佬的博物館館長 他只是看到他眼前那隻 沒有跟這個南京博物館的博物館長談 他說庫存 庫存而已 庫存而已 藏在地牢裡 不會拿出來的 因為他告訴我 如果把地庫的東西拿出來 每天換一轉 換一連 都換不完 你說有多少古董呢 還有多少東西 在地上都沒有掘出來 所以這個稀有性 唯一的稀有性就是什麼 你的壽命 每天 你都少了一天 這個就是真理稀有性 第二個稀有性 就是我的頭髮 不過這是我的事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事情 不要相信稀有性 好了 資金礦業是怎樣 最近 因為利息會升 因為拜登會出2萬億 去救濟美國的窮人 經濟2萬億 因此 債息會升 為什麼債息會升 2萬億 美國都買不完 所以他一定要靠外面的資金來買它 你外面的資金來買它 如果你還是零息 我怎麼買你 所以一定要給它升少少 它會升的話 它成本貴了 錯 它印銀紙給你 它只會給你另一張紙 你給它的美金 它又給你債券 然後你收息 它又給你一張紙 那些叫美金 美國人搞來搞去都給你一張紙 所以我說 美元利息是不值錢的 所以大家如果不認為它真的贊同我的話 請你把美元寄給我 不過 起利息升 而其他地方 歐洲 日本 都相對低息的話 錢就會流回去 這是美國方面 所以美金會升 黃金會受到打壓 有部份是錢 又移到比特幣 但比特幣也因此會受到打壓 講完了 白銀會怎樣情況 一樣押 因為朋友也問白銀 順便答一句 白銀也是押 唯一不押的是什麼 工業的 所謂的用品 因為 你印了那麼多錢 用那麼多錢出來的話 我的銅賣給你 我的白菜賣給你 我的豬賣給你 什麼賣給你 是不是都要加價 你不要找個笨 所以到時通脹會升 好了 所以在這點裡 紫金對不起 真真正正有貨的 就是走銀行 招商銀行 招商銀行 最近 是真真正正 突然爆了出來 說他業績好等等 好 這件事之前我們這裡也說過 今年銀行業績應該會好少少 因此無論是公行 建行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以前已經說過 你看回以前的 答些觀眾問的等等 這件事 飄了上來之後 招商銀行 升了那麼多 招商銀行升了那麼多 招商銀行升了那麼多 夠時間沒有 我自己覺得 夠時間了 招商業績好 今天才知道嗎 今天是1月15日 你認為 知道銀行業績好 在什麼時候 最低限度是10月 11月 所以別人的價格就在這裏上升 別人一直升到的時章 我估計它現在 是所謂的好消息 是應該要出貨的 為何計算了63元呢 就是這裏 這是什麼小元底 小元底是不是 那梁達升幅就去到63元 就是這樣 起日線圖上 又是這樣 量度一量 量度一量 量度上去 那就是63元 人家是在35元上來的 你無論業績如何好 你沒有來股價升一倍 你盈利可以升一倍嗎 升不到 只不過以前 是買得少 今天補回多一點點 那就這樣 好了 這個就是日線的 朋友也問波羅特玻璃 波羅特玻璃 波羅特玻璃 之前那些星特 火紅火熱 最近你看看 這幾天 多少錢出來 他昨天公布 或者去這個燈燈公股 人家之前那些 這些 一路上 人家在派貨 人家聰明 一定是人家那些 是不是 其他那些 哇買買買買買買買 上到人家 噗 一聲 昨天公布 我要公布 所以就跌了下來 應該跌了下來 我估計 回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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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20 25 左右 為甚麼呢 很簡單 因為你一定要明白到 明白到 是人家 之前這些 聰明的資金 在過往一個星期五日 浸著出貨 那你說 不是呀 有成交的 價格又升 是呀 是呀 大手出了 小的入 總是覺得這樣 是不是呀 好啦 再接著日線 好 不用多說了 今日的推薦是 A 3 太平洋 522 那最近這兩天 是有資金進入 由於這些都是貴的 對貨 因此很多時候買手 都很容易去到 百萬 買幾手便百萬 那 我們看看股價圖 在這點裡面來說,它是剛剛升破了周線圖上面 升破了圓底的頸線阻力 如果從這裡這樣量度,再量度上去 目標價格應該是120至125左右 那我就穩定一點,看它120號 為什麼?湧不湧上去,我怎麼知道 是不是? 在這點,也是一樣的情況 那我要講講為什麼我們在ASM太平洋呢? 我們很清楚知道 接下來的,是白色家電 將會萬物互聯 你需要很多電子品 還有汽車 接下來的汽車,我不一定看好這麼多汽車股 中國現在有150間汽車 製造電動汽車的公司 另外150間要收拾多少間? 我想收拾到99.999 只剩兩三間 Tesla行不行呢? 我告訴你,有困難 因為它的東西是真正有些瑕疵 不過早期呢? 沒法知道 它出先 按照商業的運作原則 人沒有我有 就真是穿洞的你買 人有你就要好了 所以Tesla 它就開始要降價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輛50的汽車 幸好就是夠便宜 那要降價來頂住它 大家鬥便宜不行呢? 鬥便宜Tesla一定會死的 未來呢? 又要推出漂亮的電池出來 走一千里 Tesla有沒有?沒有? 所以它一定會繼續要降價 所以呢 它的老闆 馬斯克 他真的很早 在去年12月就出了一個通告 給員工 E-mail給員工 他說 人家給我們這麼貴的價錢 我們一定要加些貨靈給人家 我們達不到他的要求 我們就會倒閉 他是有危機感的 他知道的 因為他作為行業 難道他不知道五零 是賣二萬八三萬二嗎? 三萬二連冷氣的 二萬八沒有冷氣的 他不知道吉利會這樣合作嗎? 嘩 商業間諜要來做什麼? 他知道的 他不知道未來的研究 電池可以走一千里嗎? 知道的 所以他及早就要降價 一降再降 為什麼? 盡量想好一點點 起碼賣到一批 給中國的人 他們覺得 我要買特斯拉 之後我們告訴他們 特斯拉的汽車為何會有問題 遲些再說 我有一篇文章再說 我很早就知道特斯拉的汽車有問題 因為曾經和一些電動車的 即是John Venture的人 跟他談過 別人 其實是值得的 說那些汽車就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點裡 將來的電動汽車 保時設又說做了 蘋果又說做了 萬七人都說做 我想請問 那時候 那時候 不是再是人有 即是人沒有我有 是人人都有 你便要做 人無我有 人有我好 人好我憂 最後到人憂又怎樣? 賣盤走了 是這麼多 要不就倒閉 所以在這點裡 對於電動汽車股 我也儘管這麼說 大家 小心點 不過 在整個發展過程裡 你不需要擔心 有哪個東西會倒閉 不要緊的 零部件你才賣 做車當然要做零部件 做了零部件之後 車賣不出 就不是零部件商的問題 現在是汽車商的問題 所以現在再跟著發達那批 一定就是做玻璃 電池 其他電子零部件 那批人 因為突然之間 要求大了很多 你想想 蘋果又是要 保時捷又是要 吉利又是要 Tesla又是要 50汽車又是要 突然多了很多人要 這些部件 就是汽車零部件 特別是電子零部件 特別是電子零部件 會做很多很多很多 還有 忘記了說 萬物互聯的雪櫃 又是要 因此 電腦板 電子板 底板 那樣東西 將會在今年裡面 生意多到不得了 問題在於 你做不做多錢 你加多少班 最好一天有48小時 是嗎 所以我會覺得 SM太平洋 他們在這鏈裡面 在這鏈裡面 有些條件 可以做好一點 一個環境讓你有生意做 這個是以前推介的股票 再跟著這裏 是曾經回答過觀眾問題的事情 這個大家都可以對比一下 那如果大家看完之後 認為這裏還有一些 答不到你的問題的 你可以再跟著來問 你問的事之中 那我就會再跟大家 談談 這樣說 多謝大家